李文綜也不知道 柯文哲也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民綜黨真的是演員訓練班 你知道人為什麼要說謊 因為真相太傷人 真相太可怕了 所以他說謊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台北百全書第五四集 我們今天已經幫他們整理了 關於柯文哲的帳本 有十大不能錯的秘密 也是他們開了三場記者會 不斷自爆的時候 都完全不敢去觸碰 也完全不敢去談的 所以我也覺得說 其實他這十個問題 如果都老老實實的回答 大概開一個記者會 一個小時之內把十題都講完 那其實他的問題就會解決掉80% 所以我今天會免費幫他分析 帳本為什麼是這十大問題 在十個不能錯的秘密 我們今天就一條條來 帶大家看問題在哪裡 首先第一點 這是黃珊珊昨天開記者會的投影片 他說 4月8號第一次申報監察院 早上8點25分07秒 系統退回補件 監察院系統跳出 不完整資料5個字 監察院的承辦人說 因為你們登入監察院的收入金額 大於富邦帳戶金額 3788428元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非常有問題的事情 因為監察院的政治現金系統是這樣 如果你要開收據給對方 你就要把這一筆收入 key in 進監察院的系統 然後監察院系統就會生成列印你 你可以列印一張收據出來 你再寄給你捐款 所以照理來說 你上傳的每一筆收入 它會跟收據的數字是相符的 你總共上傳了4億的收入 那你就可以開出4億的收據 然後呢 你的帳戶裡面就必須要 存入4億的現金 為什麼 因為我們政治現金法規定 拿了政治現金之後 每一毛的政治現金 都必須要存進專戶裡 但是黃珊珊昨天說監察院告訴他們 你登入監察院的 大於富邦帳戶金額 3788428 這就是已經很怪的事情 因為怎麼可能 除非只有兩種可能性 第一種可能性是 沒有人捐給你這麼多錢 可是你自己250多開的收據 第二種可能性是 你確實有收到這麼多錢 所以你把它 key in 到的系統 你把它上傳到系統裡面去 但是其中有一些是現金捐贈 然後你沒有把這些現金存到賬戶裡面去 就是兩種可能嘛 那到底是哪一種呢 很不幸的 昨天黃珊珊的記者會 他自爆了這個問題之後 他完全沒有解釋為什麼登載到監察院的收入金額高於富邦政治現金賬戶金額378萬 第二大疑點 捐款是97%的現金 這個是來自一個粉專叫統計的日常 他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柯文哲他所收到的全部的捐款 176427筆裡面 其中竟然有高達93.7%是現金捐贈 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捐給他的人竟然93.7%是現金的愛用者 厲害啦 有可能勾錯嗎 柯P他用的金流系統叫做印元科技 他付給印元科技的手續費是970萬元 那他到底透過印元收了多少捐款 如果按照手續費是3%反推 是收到了3億2千萬的捐款 占柯文哲登記在案的4億捐款收入的80% 而這8成的捐款照理來講應該是匯款 因為我們再看一次 印元科技的這個QA 捐贈方式為匯款 所以如果你使用印元科技匯出監察院申報檔的功能 你的捐贈方式就會自動代入為匯款 所以柯文哲他講的那個勾錯 基本上是不可能發生 除非有人打開了那個檔案之後 手工的把裡面寫好的捐贈方式為匯款 一筆一筆的改成現金 我就問誰這麼無聊 還是誰受到了哪個長官的指示要去改 為什麼民眾黨這點解釋不清楚 那當然有人問說 匯款改現金有什麼好處 如果是匯款的話 那照理來講 每一筆你都知道是誰會過來的 比如說你如果刷卡刷了一筆9萬塊 他是一筆很明確的刷卡記錄 就是這個某甲捐了你9萬 那就不能匿名 就要去名聲報 但如果你這9萬寄成現金 你可以拆成9筆1萬 你就不用登記這是某甲捐給你的 因為1萬塊以下的可以匿名 這是現金跟匯款最大的差別 就是你能不能去財賬 我不是很清楚他們幹這個要做什麼 14萬筆如果你用這個應援後台匯出的檔案的話 你只要花10分鐘可以上傳 可是你為什麼要足筆足筆的去改 然後最後再抱怨說 因為時間太趕了 所以導致你的賬都亂做 如果你真的有去把匯款改現金的話 那是你們自己在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啊 第三題 2000萬的支出福報 這件事情 說會計師大豬大魚 自己去給人家亂改 那我們就根據陳志涵的這個說詞 跟他的投影片呢幫他做了一個算式 陳志涵自白啊 他們假賬金額有2000萬嘛 然後他說有尼奧、石樂跟木可三家公司 2000萬9筆假賬 目前浮上檯面 他們承認只有916萬的3筆假賬 給大家看哦 尼奧的支出 我們紅底的這兩筆是假的嘛 他們承認是假的 然後石樂、紅底的他們承認是假的嘛 所以3筆假的 總共916萬 那我就問 還有1084萬的6筆假賬是什麼 你告訴大家這件事情就結束了 為什麼不講 除非你不敢告訴大家嘛 繼續分析 還有1084萬的6筆假賬 掛在誰的帳上呢 我們列了幾點 可疑的不符行情的支出啦 首先第一個有一間叫時間公司的 他們花了1000萬給這10間公司 結果做14支影片 這14支影片呢叫做柯P國事論壇 總共有700萬、200萬跟100萬 啊100萬是廣告費 就是他可能下廣告 我們就先不管 他有結果本來做14支影片 這筆支出很奇怪啊 不符合行情啊 再來 總部裝潢 1500萬 裝潢300坪 有民眾黨的人有出來說明 他說啊 因為是毛配屋的關係 我們有重拉水墊 所以比較貴 重拉水墊 你是要自住嗎 通常自住的房子才會給你重拉水墊啊 因為你重拉的水墊是送給房東的耶 也是不符合行情啊 再來一個 更敏感的公司啊 這個木口公關呢 柯文哲 從頭到尾花了4000萬 在這個木口公關裡面 那其中我們標紅底的 2000萬跟小物有關 其中1300萬是授權金 你真正買小物的錢 只有700萬 你花1300萬 去授權什麼 我給大家看 民眾黨的聲明啊 政治現金 申報給木口的授權費 是授權木口代為管理的成本費用 包括 禮貨、寄貨、送貨、倉儲、客服 授權費其實是管理費 那我就問一個非常簡單的數學題目 你花1300萬的管理費 去管價值700萬的貨品 頭撞到了嗎 這財政紀律 這高智商 這是要財政沒有紀律的低智商 這很奇怪啊 完全不符合行情啊 接下來這個新聞稿 最好笑的一個在這邊 台灣民眾黨強調 中央大選經費支出龐雜 柯文哲團隊申報監察項目 都經過專業會計師簽證 何時向監察院申報 哈!哈!哈! 現在你們過兩天 就說啊 這會計師好壞 就給我們亂報仗 這裡就是人嘛 還有另外一個 也是我覺得可以去探討一下 是不是買貴了 柯P什麼都買貴的 真的很奇怪 他們的民調費 1900萬做出假第二民調 大家還記得藍白盒是什麼時候嗎 11月6號 柯文哲簽六點協議 他們要比11月7號到11月15號的民調 那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去年11月14號15號 有這三筆民調費 其中這一筆求真的是他們的內參民調 但是民眾黨花了68萬 做趨勢的民調 那我不知道這份民調是不是當時藍白盒 採集的市面上民調的其中之一 是不是就是趨勢的那一份 如果是的話 其實趨勢的那一份也是民眾黨出錢做的 好回頭來 剛剛講的那個木殼對不對 還有一筆叫做胖卡租金 這也很奇怪 胖卡宣傳車跟租車費 總共200萬 租兩台胖卡5個月 一個月一台車租20萬 合不合行情 他們今天說 沒有啊 我們有包司機啊 什麼都包啊 把這個車改裝啊 你司機一個月薪水是15萬嗎 改裝一台二手中古胖卡要花多少錢 自己去算合不合行情嘛 大概數時 一張單據拿了96萬的便當費 他們的解釋也很微妙 他們說是960塊跟110塊兩張併起來 併你96萬 這些可疑的不符合行情的支出 有哪些是1084萬的六比甲帳 掛在帳上 如果陳志涵可以回答 問題就解決到大半了 很可惜他不回答 接下來第八題 木殼的人士費為什麼是禁種付錢 還有木殼是不是黨贏事業 我們先來看一篇PO文 朱慧榮 他是以前我們台北電台的主持人 他非常非常支持科文者 到現在都支持科文者 所以他絕對不是科黑 他說 木殼他去當志工就知道遲早出問題 因為第一點 木殼商店就在科文者 進總大廳的右邊 所有的志工都有被告知 木殼的產品不要幫忙賣 政治現金都由木殼的工作人員接手處理 志工不可以碰到錢 也不可以碰木殼的商品 然後他說 科文者最支持電子支付 一直在倡導要無現金 凡事都要電子化 可是木殼沒有任何電子支付工具 甚至連刷卡機都沒有 只能付現金 然後第一天竟然不開發票 所有的政治現金也是歸木殼經手 好不容易有發票 竟然只有二連式發票張是木殼蓋章 當志工不可以碰商品 但進辦的商品是堆在進總的倉庫 有時候男生志工會拜託去幫忙搬貨 其實志工都是無私奉獻 奇怪的是進總付錢授權給木殼 理貨整貨的說詞是睜眼說瞎話 這一點其實就是在講 這一張聲明的問題 政治現金一千三百萬給木殼 是理貨寄貨送貨倉庫 可是現在有志工跳出來講 理貨寄貨送貨倉庫 是科文者的志工做的 不是木殼做的 理貨寄貨倉庫 倉庫是用進總的啊 不用錢 搬貨是志工搬的啊 不用錢啊 這些種種的問題就是在問 木殼那一千三百萬授權費 是不是就是灌水的假賬啦 還有政治現金怎麼會是 以木殼的員工來經手 木殼是你擋銀事業嗎 再給大家看一個 這個是政治現金 他的紀錄裡面 他的人事費 這個是一個叫李婉軒的人 根據科文哲的合作廠商說 這個李婉軒是木殼的業務窗口 接下來這個何愛婷 也是在領科文哲政治現金 淨總的薪水 這個何愛婷就是被檢調約談的木殼會計 接下來今天最新發現的這一位 也會姓余的 他從去年12月一直到今年2月 一直都在領科文哲進總的薪水 現在也被人家發現 他是木殼公司幫忙推銷商品的人 木殼的經營成本 人事費跟商品製作費 都是科文哲進總出的錢 但是我們回到剛才 這位朱惠龍 他說 木殼開發票 木殼開發票的意思代表賣商品的錢是進到木殼 成本小草付 獲利木殼收 因為是小草捐錢給柯文哲 柯文哲跟木殼買的商品 還養了木殼的人 獲利就是賣商品的錢 是進到木殼的賬戶 木殼的負責人叫李文娟 是柯文哲的財務長李文忠的妹妹 而李文娟現在已經交保了 然後木殼的會計他也交保了 那我就問請問木殼跟柯文哲有什麼關係? 木殼是不是科銀事業 或是木殼是不是黨銀事業 這一點到現在他們沒有人敢講 第九題承接上題 我們剛講嘛 成本小草付嘛 盈餘木殼收嘛 那木殼的盈餘現在在哪裡? 有沒有變成股東的權利分配給股東 他的金流又流向了哪裡? 木殼的股東名單 除了李文娟之外還有誰? 柯文哲跟木殼之間的交易 本來就有內部人交易的問題了 那如果說股東名冊裡面 還有一些具名的或是隱名的股東 是柯文哲身邊的其他人 甚至是柯文哲本人呢? 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任何木殼公司的人出來交代 也沒有任何民眾黨人出來交代 最後一題 請問4到9月在幹什麼? 昨天黃珊珊的記者會他在承認 最早的時候他們就知道 所謂的他們自稱露燈物報的狀況 8月20號還在那邊不知道 4月的時候黃珊珊就知道了啊 他上禮拜講的時候 我們還覺得他情真義切對不對 完全不知情 怎麼等到4X貓跟Grace爆料 他才知道 都不知道 李文綜的不知道 柯文哲也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民眾黨真的是演員訓練班耶 你知道人為什麼要說謊? 因為真相太傷人 真相太可怕了 所以他說謊 那真相是什麼? 目前沒人知道啊 祝福各位觀眾朋友 今晚有個好夢 晚安 掰掰